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最近都有人大力提倡清平思想 主张过着反普归真的生活 为什么这一类的思想最近会大为流行呢 我们又该如何在生活中落实呢 让我们恭请圣燕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人心被物质文明所腐蚀 社会被物质文明所污染 整个大自然环境是因为物质文明的发达 而遭受到非常快速的破坏 所以有一般头脑比较清醒的人 也可以说有悲天悯人的一种观点的人 就主张人应该是反普归真的 其实我认识好多大企业家 他们生活的都非常的清淡 都非常的简薄 我记得我的一位护法 我在日本读书呢 就是他支持援助我的 是一位沈先生 他是很多钱的人 可是他赚的钱是为了弘扬福法 赚的钱呢 是为了造福于社会 他自己生活非常简单的 有一次我看到他吃柠檬 他在冰箱里拿出来三分之一 一枝柠檬的三分之一 他切成片了 切成薄薄的两片了 然后再把保鲜膜把它包起来 再放回冰箱 那这个两片他就放在茶里面 吃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一枝柠檬要吃几天啊 嗯 他说看来 有时就可能三天 有时候可能吃一天 有时候大概要吃一个星期 我说你这么小气啊 你怎么一个柠檬要吃那么久啊 不新鲜了吗 他说不要抱整天我 应该呢 要好好地爱惜啊 所有的一起的 资深 资物 所谓资深用品 资深自我 资啊 就是资源的资 资料的资 我狠手感动的 因为他 不是舍不得吃 不是没有钱吃 而是说 要珍惜啊 已经有的东西 而他穿的衣服都非常朴素的 并不是叫人家看起来就是一个有钱大有钱的人 像这种人 像这种人 他是有钱啊 但是呢 没有 浪费的 那在我有一次啊 去这个 纽约的上周旅游去啊 在旅途中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找加油站呢 加油站通了关门 因为那一天是啊 周日 星期天呢 大家关门 哎 在路旁啊 看到啊 有一个人的家里面 好像是有 有个加油站在那边 这个汽车没有油了 那只有人家家里面也去啊 就开到人家家里面呢 就问了 我们今天这个车子啊 没有油了 不能走了 您能不能够啊 这个给我一顿油 卖一顿油给我 哎 有一个人呢 正在捡草 推的机器在捡草 穿的是短裤 戴的是压舌帽 上面穿的是汉衫 他这个像一个工人一样的 他就来替我们加油 加完语以后呢 问他 请问你是贵姓啊 他说我是洛克菲勒 当时洛克菲勒就是纽约州的州长 这个才好玩呢 我们等于听了以后 不敢相信呢 他帮忙我们加油 而他是在 就是在做园钉啊 来检草 在园里面检草 穿的衣服非常的朴实 不想看到这个洛克菲勒 这是一位大有钱的人呢 根本看不出来 他是一个当时的州长啊 所以是呢 我看到这个西方人 以及现代人呢 大有钱的人 都是啊 蛮寂寻的 听说我们台湾的王永青先生啊 是很有钱的 大家都知道了啊 但是他的生活也很朴实 也很极简 这些呢 都是啊 我们今天呢 大家有一种反省 就是说 我们的生活的奢侈 迷烂 对自己的身体不好 对自己的健康不好 对自己的观念不好 对自己的家庭的生活不好 对我们的社会环境不好 对我们大自然的环境也是不好 这有那么多的不好 为什么啊 不能够去过清贫思想的生活呢 清贫的思想 就是尽量的动手 直接亲自来动手来做 尽量的生活要简薄 简单 扑实 勤劳 这也是我们法古山啊 现在正在推动的 我们讲啊 勤劳健康最好 这个是啊 非常重要的装饰 阿弥陀佛 我们下期再见